台语歌王翁立友 演唱过多首快智人口歌曲 时隔六年凭借专辑刀马蛋 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项 这也是他第五度扣冠金曲奖 四日现身庆功记者会 他也罕见公开放闪神秘爱妻 据TVBS新闻报道 翁立友届时将与许富凯林俊一等角逐根王宝座 对于入围心情 他坦言很开心 也觉得像做梦一样 好久没入围 终于可以参加盛会 而他也罕见透露 爱妻得之后也欣喜恭喜 老公你好棒 你一定会得奖 翁立友分享自己随身都会携带幸运物 玉壶壶 这是一个师兄送的 增加我的能量 福气幸运健康平安 心里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 当时拿到没多久 就认识了老婆 只能说就是天缘地缘人缘 翁立友至今结婚二年 对于爱妻却相当保护 从未曝光过正脸 就连和家人出游也未见其妻 对此他坦言 我们要尊重他 老婆希望可以好好的 在路上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知道当公众人物真的蛮辛苦的 不仅如此 他也嫌少公开带婚戒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习惯佩戴 至于生子计划 他则透露爸妈都会关心 不过不会催生 一切都在计划中 但是顺其自然 也不想给老婆压力 其实过去翁立有多次霸气夫妻 关于太太的事几乎是三间其口 只希望他能好好买菜 喝咖啡都不被打扰 师姐龙千玉也曾透露 女方长得很美且温柔有气质